希特勒一生被刺殺很多次 被暗殺很多次 很有名的這一次 是當時有個木匠 他做了一個炸彈 準備在很熱鬧的啤酒節當中 就把希特勒來炸死 不過這個希特勒真的很好運 很好狗運 當時的演講提早結束 讓他成功逃過一劫 你說他是好狗運也好 或是說是天滅德國人也罷 天滅德國 其實希特勒他在執政的過程中 他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多次的暗殺 他躲過了一連串的 大大小小的暗殺世界 都沒讓人暗殺成功 最後他死在他自己的槍下 當然我們目前似乎是確定 他最後是自殺而死了 其實德國我們必須要說 就是說在二次大戰結束 就是納粹屠殺 整個猶太人的暴行 揭發出來之前 其實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 其實納粹黨對於德國當時 在整個一戰之後的復興 其實是很有貢獻的 要不然當初也不會有 那麼多人願意支持他 但是他在整個 就是說當他這個開始 就是納粹在1933年 他靠的選舉 然後最後進入國會 然後而且在藉由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事件 叫做國會縱火事件 就是當時 德國把自己的國會大廈 用納粹黨自己去放了一把火照 誣賴是共產黨人幹的 這樣做 對 然後誣賴共產黨人做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大肆思污補共產黨人 就把那些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 然後接下來開始就變成國會第一大黨之後 然後開始讓德國人 又用立法的過程 讓德國人慢慢把他們原本的一些權力 通通交給納粹黨 但那個時候其實就已經有很多人 會看得出來這個黨未來會是微禍德國 而且從1939年 德國進攻波蘭以後 這個時候其實就有一個 有一個人 他其實本身原來是在一個軍備工廠工作 這個叫Elser Elser這個人他就知道 這個納粹黨未來一定會維禍德國 希特勒一定會維禍德國 所以他其實就跑到那個哪裡你知道嗎 他就跑到德國一個啤酒館去工作 這個啤酒館在哪裡 在慕尼黑 慕尼黑這個啤酒館 為什麼說他很特別 因為我們知道當時 希特勒其實不是納粹黨的創黨黨員 原本納粹黨他本來是德意志 德意志的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 當時希特勒去 原本是當時德國的政府 叫他去看這個集會的時候 這個黨有沒有什麼問題 結果他跑到這個 覺得這個黨又小 又沒有生氣 但是他覺得這是他的機會 所以他就加入這個黨 成為這個黨第55號黨員 然後而且就開始 他的整個煽動 然後招募黨員 然後整個黨這個 越來越發展 越大 所以他在很早 大概差不多我印象中是 1920年代初期 當他把這個黨 在慕尼黑南德地區搞起來之後 他居然就找了一個 當時一戰時期 德國一個很有名的元帥 叫魯登道夫 然後找了他一起來 然後到了啤酒館 然後就開始搞一場政變 這個政變就是要 巴伐利亞政府對不對 交出政權 但當然你說當時怎麼可能 他們就這麼幾個人烏合之眾 還有包括當時納粹已經創立一個 叫突擊隊 那一幫 一小幫人 然後就準備要搞政變 所以最後當然就是在 政府的強力鎮壓之下 就擬平了這個政變 所以當時這個啤酒館 就變成納粹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勝地 為什麼 因為當年希特爾就在這個地方 發動政變不成功 然後最後被逮捕 然後關到監牢裡面 坐了半年的牢 然後過得非常舒服 還寫一本書叫 《我的奮鬥》 《Mein Kampf》對不對 然後這個書後來就變成納粹的 這個精神指導 所以這個Elsay就知道說 你如果要暗殺希特勒 就一定要在這個啤酒館中 放炸彈 為什麼 因為每一年 慕尼黑啤酒館的暴動紀念日的時候 希特都要來這邊演講 然後來講述他這個納粹 他為納粹奮鬥的這個過程 所以1939年大戰已經爆發 所以當時Elsay他在這個啤酒館中 那個講台底下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工匠 他就慢慢想辦法去挖空 那個講台底下的一個地方 然後讓他你看 都有設計的 要把那個炸彈安裝在那裡 但是你知道他跑去這個地方工作 然後他工作就在這個地方吃飯 然後就在附近打監 然後晚上來 就在那個木頭的柱子裡面 敲敲的要把那個木頭挖空 然後把炸彈放進去 但是你知道 整個啤酒館那麼大一間 然後晚上那個萬賴俱進 他如果去挖那個啤酒館 那個木頭的話 全世界都聽得到 所以他你看 像他做這個事情他要等到 每10分鐘廁所自動沖水一次 有嘩啦嘩啦這個水聲的時候 他才能夠藉由水聲的煙護 然後做一點點 每10分鐘做一點點 然後這樣搞了這個好幾個 快一個月你知道嗎 然後他才把那個洞挖好 然後把這個炸彈安裝進去 結果那一年 啤酒館暴動的紀念日當天 汽車果然當然也來了 然後來演講 講得非常亢奮 但是因為那時候戰爭已經爆發 所以他整個演講的過程 比原先預期要快 比他這個原先預期的這個時間 早了13分鐘 趕行程是不是 對 趕行程 要趕回去 結果他走了之後 13分鐘之後 炸彈砰 就爆炸 沒有炸殺人 對 就沒有 你看 就沒有暗殺希特特成功 所以如果當時 這個炸彈成功的引爆 然後把希特特也炸死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 幾乎可以斷定 後面很多 整個二次炸彈中的很多悲劇 就不會發生 因為1939年11月那時候 德國還沒有進攻法國 如果說 德國在還沒有進攻法國 然後希特特就死掉的話 你說兩邊是不是就有 和談這個機會 所以你看 當時我們剛剛講 希特特當時躲掉這個 絕命13分鐘對不對 還不止這一次 其實後面更特別是 德國後來在國防軍裡面 就組織了一個反抗運動 這個反抗運動 他們曾經在1943年 當時希特特去哪裡 去斯摩林斯克視察的時候 他們回程弄了一顆炸彈 你知道嗎 也要炸他 弄了一顆炸彈 對炸他 而且還讓一個不知名的參謀 就提上了希特特的座機 但是結果炸彈居然在空中沒有爆 亞彈 對 就是他當時 他們弄了用英國的 因為你要拿德國的軍需品 也不行 所以他們用一個在北非 戰場上俘虜 俘獲的英軍的地雷 一個英軍炸彈 然後插上一個英軍的雷管 然後那個雷管 是用那種鹽酸腐蝕 時間一到它就爆炸 結果沒想到 他們去啟動了以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空中太冷幹嘛 讓這個鹽酸腐蝕的速度太慢 結果後來落地以後炸彈沒爆炸 那幾個反抗運動人還知道 硬著頭皮跑到參謀那邊 去把那個炸彈取回來 你知道嗎 後來 當然後來有一個決定性的人物 就是史陶芬貝爾格 加入了這個運動 他後來也是決定要設法暗殺希特特 後來他成為這個 因為他本身在北非作戰的時候 瞎了一隻眼 然後手被炸斷 然後剩下一隻手 也只剩下兩 三隻手指頭可以工作 所以後來他決心要暗殺希特特的時候 他在德國的後備軍指揮部 然後成為參謀長 也因為這樣他可以經常進出 在當時還在東普魯士的 德國的戰情中心 當時有一次他決定 在1944年的7月20號 發動馬克里這個事件 然後他當時發動這個事件的時候 他當時在希特特特開會的 這個會議桌底下 也是一樣放了一顆炸彈 那個炸彈就是用英軍的地雷 然後結果他當天原本 在東普魯士的總統 前進大本營的時候 但是又剛好夏天很熱 他們就跑到外面 就是木造房屋的會議室開會 結果炸彈是炸了 但那個炸彈炸的時候 炸彈居然也就在希特特的腳邊爆炸 居然也沒炸死他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時候 希特特特突然心血來潮 站起來 那個桌子不是IKEA買 是那種很厚的那種 木頭橡木桌 他就趴到整個趴到 那個會議桌上 去看上面一個地圖 比較遠的地方你知道 結果在那個時候炸彈砰爆炸 就閃掉了 你知道那個木頭桌 橡木桌吸收了那個爆炸的震波 然後桌子整個垮了 連天花板都炸垮 所以那時候史陶芬貝爾格 出來一看 那個炸彈爆炸 而且整個房屋都炸爛 他覺得希特特特必死無疑 趕快搭到飛機回柏林 發動那個Makrii 就是整個推翻納粹政府的行動 但結果沒想到希特特特居然沒有死 所以因此最後你知道 又有一堆人為了這個事件 德國的後備軍還有整個抵抗運動 有大概4000多個人被抓起來 其實德國他們當時來講 就是抵抗希特特的人相當多 但是在整個納粹執政時期 或甚至去戰時 他們會覺得一般的德國民眾 會認為抵抗納粹者 其實是 美國民族的這個叛徒 但是後來一直等到戰爭結束以後 才慢慢的把這個狀況扭轉過來 到今天這些像當時 參與抵抗運動 然後暗殺納粹這些人 才在戰後很多年才恢復了名譽